万里暴行,朱婷回归赢突破,龚翔宇霸却表态,振奋人心,菜宾不装了 大家好,我是詹妹,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女排 北京时间6月22日,目前中国女排结束香港战第二周的比赛 正在准备第三周韩国水源战 可以说在上一场香港主场遭遇两连败之后,球员的士气也遭到非常大的打击 而中国女排顶着非常大的体能和身体压力 像王媛媛,龚翔宇,李莹莹都遭遇到不成程度的伤病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提出非常大的挑战 而在第三周的韩国水源战,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也至关重要 我们将会遇到世界强敌塞尔维亚和美国队 这也是中国女排征兆,是联赛总决赛名次的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说第三周连败的话,对于中国女排进入总决赛会非常不利 名次不高会导致提前出局 所以说在第三周开打之前,中国女排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也希望球员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最佳 这对于中国女排冲击冠军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场外的朱婷也万里暴行 她的回归迎来新的突破 目前朱婷已经现身江苏西山中学 为小球员送去祝福,推广女排精神 可以说朱婷的亮相也向外界宣示 中国女排在主攻位置上并不是没有人 而朱婷将会在亚运会和奥运会资格赛回归 无疑给中国女排吃了强心剂 也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中国女排 同样的在场内,龚翔宇作为球队的核心人物 可以说从一开始她都是带上出战 而在晚上的18点,龚翔宇也做了重磅宣示 当时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晒出自己和队友合照 看得出来心情也非常好 其实龚翔宇也知道外界球迷纷纷担心中国女排的状态 因为遭遇了两连败,对于失联赛夺冠 影响非常大 而龚翔宇发布社交动态这一举动 也想让球迷放心 同时向外界表示 中国女排现在是平常心 也做好最好的准备 全队充满信心的 所以说球迷不用过分担心 能够在大巴车上如此轻松的去互动 证明我们的心态和士气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第二周 中国女排在第三周的反击之路 我们也非常期待 而蔡宇只要调配好阵容 增加更多的轮换 相信中国女排还是有机会的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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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